大家好 欢迎回到文昭谈古论今 郑州大雨的后续 继地铁五号线之后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郑州京广路隧道了 总之呢 经过这么一件事情 在中国有心的朋友记住一点就行了 出门之前看天气 就相信自己的肉眼 你就先别管天气预报说 今天的雨能下多大 你也先别管这个政府 有没有给你发什么警告信息 它能够给你发当然最好 没有发呢 你也得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雨如果下得够大的话 什么地铁啊隧道啊 这些低洼的地方就千万不要去了 去了的话呢也赶紧出来 特别是开车进了隧道的朋友啊 你看见车被堵住了 有水慢进来了 情况不对 立刻撒脚就跑啊 你就别可惜你那个车了 还是保命要紧 那么京广路隧道到底是怎么个状况 根据上海党媒彭泰新闻 在7月22号微博上的说法 20号晚上 京广路隧道5分钟被淹平 大量车辆和人员被困 请大家注意两个关键词啊 第一个是时间5分钟就淹平了 第二就是有大量的车辆和人员被困 抽水呢是从7月22号开始的 也在往处拖这个困在隧道里的车辆 又是党媒彭泰新闻的微博 23号说 在京广北路隧道口已经堆了上百辆车了 网上呢有一个说法 说7月20号上午啊 这个京广路隧道已经关闭了啊 所以你别看堆了那么多车在那儿 那是被洪水冲进去的车 洪水进去的时候呢 里面是没人大 有这么种说法 他说的水灾前封闭的 应该是京广南路隧道的入口 这个京广快速路是包括有高架桥 地下隧道很长的一条路 这次出事的呢 主要是京广北路隧道 但是请大家注意 上面澎湃新闻微博22号的说法 人家是白纸黑字说了啊 有人员车辆被困还是大量的 那就否定了这些车 都是被洪水冲进去的猜测 我这里呢是严谨的引用党媒的报道 小粉红们要抓造谣者 冤有头战有主 请找澎湃新闻 别在我这闹了 澎湃新闻又说了啊 这个隧道内积水最深处是13米 到22号下午3点呢 已经抽出来8米了 财新网在7月21号晚上 就是那个抽水之前就确认了 在隧道南北两端的路口 各发现了一名死者 有一位姓马的郑州女士 抽水开始的时候 就守在路口了 因为他14岁的儿子 就是在京广路隧道失联 家人一直没有找到 所以这个抽水开始以后呢 就守在旁边 看能不能得出一个肯定的结果啊 这个消息呢倒是提醒了我 就是抽水开始以后 附近围观的人群呢 它并不都是来看热闹的呀 其中至少有一部分 是大雨中失联者的家属 因为一直联系不上家人 就到隧道这儿来看看 往好处说呢 是希望水抽完了以后 确认家人不在里面 那就少了一份担心 也许是困在别的地方啦 手机没电啦 什么的 就多一份希望啦 我非常能够理解失联者家属的心情 这一刻对他们来讲 确实是非常艰难啊 那在灾害当中 到底有多少人遇难 这种消息在中国永远都是谜啊 所以这类事情的讨论呢 从来都是罗生门 相信政府的和不相信政府的 所说的话是没有一点交集 虽然说没有交集呢 但也不是没有线索 那我们现在就开启推理模式 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来破一下罗生门的这个谜 看能不能找出点交集 再次回到开头澎湃新闻 所提到的关键词 五分钟烟屏啊 如果这个隧道很短的话呢 只有几百米 那么车上的乘客 在几分钟之内 汽车逃生是来得及的 如果这个隧道很长呢 那就问题严重了 它就只有离出口和入口近的乘客 才有逃生的时间 你如果堵在深处 堵在中间的 那就来不及了 这个京广路隧道到底有多长呢 它分成北中南三段 这次出事的京广北路隧道 主干线长1.8公里 它的暗埋部分长1.3公里 网上查到的资料是这么说的 所谓暗埋部分呢 就是隧道完全在土层下的地段 全地下的地段 抱歉我这一说数字就会比较枯燥和烧脑 但是我们这的目的呢 是尽量用已知的没有争议的客观数据 做出一个合理推断嘛 所以还是不得已得谈数字 也请大家注意听 咱们尽量不夸大也不缩小 那么好 这1300米长的地下隧道 洪水5分钟之内灌满 那么从你做出反应 如果你当时在隧道里的话 从你做出反应到汽车步行 可以走出去 可攻逃生的时间呢 当然是少于5分钟的 而且考虑到你必须在积水当中行走 跑是跑不起来的 可能水涨高了 你还得游一游 你的速度会减慢 还有这个慌乱当中的心理因素 考虑到可能还会有这个障碍物嘛 车都挤在那 还会有人推挤嘛 你的速度都不会太快的 不会是那种百米冲刺的速度的 所以如果此时 你是在距离出口四五百米的位置上 在这5分钟不到的时间内 马上做出判断 逃生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如果你距离出口有几百米这么远的话 另外有人提出 这个隧道上方看起来不是有通风口吗 这是地下隧道的敞口部分 那会不会有一些被困者 水涨起来以后 他够得着这个通风口就爬出去了呢 也许能 但是他给被困者提供的这个逃生机会 还是很有限的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洪水 它可不是游泳池的水啊 它是浑浆浆的里面都是脏东西和泥沙 它没有任何能见度可见度 你要游泳 还得能够准确的找出那个通风口的位置 游过去 这个难度是不小的 还得假定你游泳的技能不能太差 因为这个水流有速度 它就有动能嘛 它不是完全静止的游泳池里的水 你还不能太慌乱 还能够熟悉地形准确的判断方位 所以这个事情要做到是相当不容易的 所以这个通风口呢 它给人们提供的这个逃出机会也是很有限的 那这样看起来呢就相当不乐观了啊 如果有小粉红表示 文昭在这儿纯属瞎扯 无中生有造谣抹黑中国 那我就非常真诚地请你表演一次洪水逃生 来证明你的假说是可行的 除了事出紧急 五分钟就把隧道灌满之外 那再来看看有没有人为疏忽的成分呢 我查到2012年郑州大河报有条报道 说金沙快速路设有智能管控中心 这个金沙快速路就是金管快速路 它后来改的名 出事的金广北路隧道呢 就是它的一段啊 这个报道里面说 排水设施 消防设施 交通警示设施 都是智能化管理 24小时监控 能保证司机行驶绝对安全啊 大家听听 都智能监控绝对安全了 那就不该是设备不先进的毛病了吧 是不是就是人的毛病了呢 从网上有亲历者披露的消息来看呢 至少到下午三点 雨已经下得很大的情况下 金广北路隧道呢还没有关闭 里面还有不少人呢 也就是说 有没有及时的预警和疏散 确实是一个问题 那以上呢 就是我能够找到的一些尽量客观的数据 做出的总结汇报给大家 从澎湃新闻报道里所说的 大量车辆和人员被困到现场环境 基于此所做的分析 剩下的部分呢 就请大家自行脑补了 也欢迎小粉红来喷 大伙围观一下 看看他们能说出什么新东西 推翻我们这里的推论 有一位抖音的博主 发了一段 应急避灾小窍门的视频 那我觉得也挺实用的 在这里转述一下 就是下大雨天 如果你一定要出门 就请拿好一部备用的手机充满电 用保鲜膜或者其他防水材料包好 以防你现用的手机呢 是没有电了 还有别的手机可以跟外界联络 另外呢 把什么瓶装水 高能量食品 巧克力bar之内的 万一你困在水里面 这个体温过低 这个晕倒了怎么办呢 所以还得带一些高热量食品 把这些东西连同着什么螺丝刀 或者折叠的瑞士军刀 药品这些东西呢 是一起打一个包 自己做成一个救生包 放在随时伸手就能够够得着的地方 而且出门尽量不要坐地铁 也最好不要自己开车 而是坐公共汽车 为什么呢 公共汽车上人多力量大呀 碰到紧急情况 你想不出逃生的办法 也许别人能想得出来 他是那个密室逃生节目的粉丝 这方面比较有心思有经验 也许就把你连同通车的人一起给救了 还有呢 就算你找不到人来解救 也许通车的人 他家里有亲戚朋友 是什么消防队的公安局的 对吧 拐弯抹角 找得着熟人 就能够及时解救了 所以这个时候啊 就尽量不要自己开车 要和别人待在一块 这位博主还说 得把你自己的身份证 家人的身份信息 同样用防水的密封袋 装好 带在身边 那这就有点怪了 你带自己的身份ID 那是没得说 你说没事把家人的ID信息 都带在身边干什么呀 这位博主就没说了 其实呢 他是好心 说白了 就是为家人认识做准备嘛 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 政府不报 给瞒下来了 万一呢 有围观的群众发现了 看到你身上带着 有父母的电话 有什么家庭住址之类的 给你家人联络 好给你办后事嘛 所以这些事情呢 说起来也是很无奈的 咱们也得说 这位博主考虑的真是周到 也难为了他 还得拐弯抹角的 不能直说 因为人家也是好心嘛 所以我也帮着他传播一下 谁让中国人是生的计划 死的随机呢 没人在意你的死活 你就必须得自己照顾自己了 你永远不知道 你的明天和最后一天 哪一个先到 说完郑州的事呢 另外一件事情也想说一下 当然也是和今天跟郑州这个话题相关的 本来这个事情前几天就想说了 因为郑州大宇这事挪到今天才说 就是有一个中国的大V 爱国大V 被抓了 他是在微博上有三百多万粉丝的财经大V黄生 他黄了被抓了 他同时又是P2P金融平台洗头网的董事长 这个洗头是喜欢投资的洗头 不是洗头洗脚那个洗头 他被抓的原因和很多P2P平台的负责人一样 是非法吸纳投资 这事本身没啥新闻性 新闻性在于 这位财经达人同时也是一个高调的爱国网红 他经常发一些特别耸动的吸引人眼球的奇闻 比如说什么 钓鱼岛背后的货币战争 把金融货币和国际政治和当前的爱国主题结合在一起 立刻就火了 他就利用他的金融知识 加上澎湃的爱国热情吸引了几百万粉丝 再从粉丝当中发展投资者 这个基本的操作模式 和我们上个月所谈过的那个深房里是一样的 都是通过自媒体扩大影响 再搞集资诈骗 我为什么要说他呢 他的那些投资者受害者 不都是爱国群众吗 都是有理无理都为政府辩护的人吗 和郑州暴雨后为政府辩护的人是同一群人 所以和今天谈这个郑州大雨多少也沾点边 就是在当前的中国环境下 他是为这种有一定智商的骗子 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所以我说呀 爱国它是一门生意 你千万别以为那些爱国网红 什么李毅啊 陈平啊 加上这个黄生 他们自己真的有多信 爱国那只是他们收割韭菜的一个工具 一把镰刀而已 就那位很知名的爱国网红李毅 前不久才爆出一个视频 是他早先说过的一段话 他是主张去美国留学的 中国就是不尊重人才 留学的话首选美国 因为我们国家呢 对人才是到目前为止都是极其不尊重 我们是极其不用人才 我们是很糟蹋人才的 很打击人才 这个画风和他现在是180度的拧劲对吧 那是在他还在说人话那个时候说的 还有一个长期在油管上活动的五毛啊 他们自己老家出了林地的维权纠纷 所以他喝了二两小酒以后就在油管开直播大骂政府 第二天呢又出来道歉认错山士平继续爱国 就搞这种特别滑稽可笑的表演 所以你看被社会主义铁拳砸到的时候呢 他也知道疼 他也要嗷嗷叫两嗓子 他也琢磨 我现在在这个油管上有那么几个粉丝了 有点小小的影响力了 我扩散一下消息也能够起到作用没准啊 就酒壮怂人胆 借着酒 壮着胆子出来喷几句政府 然后第二天呢 酒醒了 继续这个爱国 然后呢道歉认错 干嘛呀 因为他喷完以后还得接着收割你们这伙爱国韭菜嘛 割韭菜呢是日常工作 喷政府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爱国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 这两者不冲突嘛 其实就这么点小心眼儿 说垃圾呢是真垃圾 但是人家是聪明人 可很多人是听傻的 这个骗子呢 他只要今天美国下尿 明天日本下滩 然后把你的这个爱国热情中国人最牛 给煽动起来 你很嗨了 然后呢 他的知识和智商水平呢 只要再比你高出去那么一点 能够碾压你 那就行 这个韭菜就会源源不绝 永无尽头 所以这些爱党群众小粉红们 是各种各样诈骗伎俩的高危人群 是非常容易中招的 因为他们缺少常识和逻辑 我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啊 这些频道的忠诚粉丝们 是非常容易落入各种各样的诈骗的 但是奥威尔在小说1984里面 有句名言 一个社会离真相越远 就越仇恨讲出真相的人 所以这些韭菜们 与他们的认知缺陷和愚昧相伴生的 就是偏执 他们对收割他们的镰刀 有着无可名状的热爱 对真正对他们抱有善意的人 有着刻骨的仇恨 而且这些爱国骗子啊 还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凡是铁口直断 跟你说瞎话的时候表情特别严肃 口气还特别绝对 比如那个洗头网的黄生 在被抓之前 十天还在信誓旦旦的说 我们洗头网 投资人的对付率是百分之百 意思就是说 没有投资人拿不回钱的 他话说的越绝对 语气越强 还越有人相信 所以中国呢 就有这种怪现象 牛吹的越大吧 就越有人信 你越是瞪眼说瞎话 眼睛都不带眨的 就越有人信 为什么呢 因为韭菜有一个思维 他总会觉得 你看他吹这种牛皮 一般人不敢吹的牛皮 他应该是多少有点祸的吧 他应该是不敢说这种瞎话的吧 你看啊 他不是从常识 从道理 判断对不对 真不真 他是在揣测 你敢不敢 可问题是 你不敢就没人敢了吗 这就明显是一个弱点 所以那些聪明的人 就对此加以利用 不过呢 这些爱国骗子 都是很小号的镰刀了 人家学习的榜样是大镰刀 你看黄生也就敢吹这种牛 我们洗头网 投资人的对付率是百分之百 你看看他敢不敢吹 这场雨是五千年一遇 我们这个投资机会是五千年一遇 你看他敢吹这种牛吗 货比货 一下就小屋见大屋了 对吧 所以你说这些骗子是从谁那儿学的 人家也是有榜样的好吧 也是有样学样学来的 前两年有一个什么爱我中国网 他有一个专家出来说 英语大规模的剽窃中文 还到处办讲座 拉了不少别的专家 来给他这个所谓的伟大发现站台 你看他顶着一个爱我中国的名号 就是敲锣打鼓收智商税来了 我来爱国来了 你们这些韭菜都准备好被我割吧 就是这个意思 咱就不说语言之间的相互借鉴 它本来就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常态 咱就说剽窃这事儿 中文从日语剽窃的还少吗 警察这个词就是来自于日语的 中文传统只有捕快牙役这些概念 警察这个概念是从日本输入的 还有什么艺术干部法人 这些词汇都是从日语来的 就连当下最热门的防疫这个词 也是日本人先说的 也就是说从制造愚昧到榨取愚昧的价值 人家是一个很完善的产业链了 从种韭菜到割韭菜 哪个环节都衔接的天机无缝了 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产业圈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根本上来说 还是大批的中国人 从小就没有接受一个常识和理性的教育 就没有这种环境 所以那个认知从小就很欠缺 造成今天骗子不够用 中国人所遭的不是什么百年一遇的灾难 而是一遇百年 这一百年就没有消停过 什么百年 那不是刚刚过完庆典吗 就这么一批韭菜 在人生道路上你看看 你基本认知能力缺乏吗 没有常识和逻辑能力 无处不是陷阱 什么事都能把你骗过去 你今天不进这个坑 明天就进那个坑 不仅如此 还连带着你教育的子女 都走同样的路 所以我看这还不是一遇百年了 百年都打不住了 那么今天的时事话题 咱们就聊到这 明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 文招.ca上 是道理博士带来的节目 谈当今西方左派阵营 对极为荒谬现实的反思 就是说左派里边 也不完全都是一个脑子 像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 最近就警告过 这个defund the police 取消警察资金 是自无产阶级专政以来 最具破坏性的口号 就是左派当中 也有一批偏理性务实的人 他们对荒谬的现状也有认识 那么对那些 其实已经走得很远的人 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了 这个话题明天到李博士来聊 在中国如果翻墙有困难的网友 我们还有一个途径 就是通过网门加入我们的会员 具体信息我写在今天这期视频的描述里面 那么在文招.ca谈谷论金这个YouTube频道 咱们是下个星期一再见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大家